这甜的还是咸的 我们原来不是做过凡糖吗 什么呀 没抢出来 咬一口 没抢出来 这能吃吗 这是泡沫 是泡沫 你确定是泡沫 是不是软的 对 你觉得用刀 把这样的一个平面 用软的东西雕出来 而且呈现出一个这样的形状 难吗 我觉得非常难 因为像这种泡沫 我觉得应该正常人做不到 因为你刻下去的时候 软的东西 它是会受力变软 会变动的 你很难刻出原来的形状的 所以这个人一定是 一柔克刚的人 应该是个奇人 对 来来 你先休息 你先休息 把嘴巴清洗一下 这上面的染料 都是有毒的 这个人到底有多大年纪呢 你猜是大是小 我估计这个至少在四十五岁以上 为什么呢 因为他这个刀工很厉害呀 对 那我相信他的这个作品 都是什么荷花呀 然后孔雀呀 我觉得肯定是一个女性 对 然后这年龄应该不会太小 来 我们来看看这位到底年方几何 掌声有请 大爷你多大 我是那个以柔克刚的 我是李岳勇 今年二十岁了 二十岁是九九年吗 对 九九年 霍尔特 你叫人家小哥哥叫大叔 你怎么想的 不是 我 这个的确是太厉害了 为了让他心里感觉有安全感 你告诉他 这有毒吗 这 咬一下没事的 这是什么做的 泡沫做的 泡沫上面的颜料是什么颜料 丙烯颜料 丙烯 丙烯 中国玩这个的多吗 掉泡沫的 好多吧 但像我这么年轻的不多 你是拜师了吗 还是自学的呀 自学的 你有美术基础吗 没有 那你是看着平面的图案雕 还是看着立体的东西雕啊 你的参考 平面的 一张图 就是给我一张图片 那还挺有天赋的 他的确是天赋 你来介绍一下这作品吧 先说这是鹰吧 用废泡沫掉的 就捡垃圾一样捡 然后给他 你是在哪儿捡的 你是在哪儿捡的 这个泡沫 泡沫的话 我觉得这个路上应该都有吧 可能是我装机的 那个泡沫扔掉的 没这么大吧 哪有这么大 它就跟胡萝卜一样 胡萝卜也可以 雕成一个很大的东西 它就是靠拼接 靠拼接的时候 它是有教的 这做了多久 半个月吧 这卖吗 多少钱 这个啊 没人买吧 这个我雕了挺久的 然后有点旧了 你怎么看你自己的作品 满眼没有那种恋爱 特别嫌弃 因为时间太久了 就是本来不想带过来的 这个是最旧的一个作品 这个这个这个 最旧的 这个叼了有一个多礼拜 一个多礼拜就叼出来 这个音是在我之前 还没有入行的时候叼的 我想问一下 那上面的那个是羽毛 还是那个泡沫叼的 就是它那个头上的 这都是泡沫呀 都是泡沫呀 这里全部的话 就这三根竹签不是泡沫 这里还有一个呢 这个 西瓜呀 哇 哇好美啊这个 还有小樱桃 这花了多长时间刻出来的 呃 这是我今天刻的 今天 哇 这些所有东西都是今天刻的 最新 哇太快 太厉害了吧 哇 哇